你整個臉超亮 你看 我仿佛上一顆燈泡欸 你看 各位觀眾 這睫毛膏真的是雷到我真的 我真的大生氣 要先長 你說也沒特別先長 要濃密是完全沒有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力士 現在呢 我人在保養 今天呢 是要來補貨 最重要的是呢 今天呢 我想要來逛一下 最近有沒有什麼新的彩妝 因為我最近呢 有在小紅書啊 然後還有很多的文章上面 有列了幾個 我自己蠻想要嘗試看看的新彩妝 然後順便自己用完呢 也可以分享心得給你們 算是一個彩妝開箱大盲測的概念 那我們買完之後 回去再上連 在那之前呢 我先把我要買的東西 我跟你講我有列起來 首先你們知道我來保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一定要買紙內褲的啊 又要買紙內褲 我們到底要買多少紙內褲 不是 我跟你講 你看我去美國一個月 消耗幾件? 30件欸 所以就沒啦 我上次買6袋就沒了 這個牌子是最好穿的 比其他牌子都好穿 很清秀家人 完全沒業配 你看我已經置入幾次了 會不會你逛逛這些就已經10分鐘了 其實不無可能的 因為身為主婦 我們就是要貨比三家之外 然後要看一下實用性 不要買廢物回家 我要秉持一個 不能亂買 我們只買需要 不能買想要 想要偶爾 最重要是要買需要 好的 我們開始要做正事了 抱歉各位 剛剛陪我一起補貨 我這一次就是想要用 我都沒有用過的 我不想要繼續重複開箱一樣的東西 還是你們有推薦的嗎? 因為我那種茶其實很多我真的都用過 像1028啊 然後什麼KATE啊 Maybe 我都用過了 這個寶雅有個熱銷推薦 第一名是那個帕奈爾基雪草的 這個是我之前去那個韓國 Olive Young的時候 他們的熱銷品 但是我沒用過 它之前是不是沒有在寶雅有貴 最近才有貴 我之前好像沒看到過 對 有那個HIMI的這個六色眼影盤 這感覺還不錯 因為我剛剛也蠻煩惱說 眼影我也用過蠻多牌子 就是感覺沒有新的吸引我的 這個感覺六色眼影盤還不錯 好 鎖定 那我們現在直接去拿 喔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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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在意味道 我先聞一下 你知道韓國有一些彩妝 它的那個 香精味太重不行 欸 是一個精油的味道欸你們 喔 是香的欸 就是舒服的味道 而且也是療癒的味道 這個味道很可憐 欸 你看 很薄透的那種水光感 看起來蠻漂亮的 就很有光澤 因為它有霧面跟亮面 可是我個人是喜歡亮面的妝感 所以我買亮面 剛剛是21嘛 這個是23 23是自然色 氣質也蠻自然 對 好像也還行欸 因為韓國好像有些人會比較喜歡偏白 對 這個是比較韓國的顏色 跟你自己皮膚一樣 或者是偏白 都有人喜歡 而且它遮瑕度感覺還不錯 這是24 這個應該就是給小麥色的 對 這個就比較深 但其實如果你要自然一點的妝效 我覺得你也可以選中間 它還有霧面的氣墊 但是我個人是喜歡水光的妝感 所以霧面的我就不考慮 但如果你是喜歡霧面妝感的 你可以來試一下 它有一個小的 這是什麼 美肌控油透明氣墊 它這個好像 我那時候有在網路上看過 有人說它是拿來補妝的 所以它吸上去之後 它會把你的油 欸 好神奇喔 欸你摸 結果它整個乾掉 所以它會把你的油吸掉 然後你再重新補妝就OK 欸這個好酷喔 睫毛膏的部分 因為我也幫你們試用過超多次了嘛 今天我們來開箱 D-UP的好了 日本很有名的牌 這個是我也完全沒用過 Judy Doer的有打亮有修容的 很多人說這個超推 而且它只剩最後一排 我買的是02號色 因為它另外這個01號色 看起來有點太粉嫩 我的膚色比較適合那種米金色調的 所以買這個回去 好的接下來HEMI 我跟你講HEMI這個牌子也是我很長 被燒到的 這兩個色我覺得都超美 03跟07 我不可能兩個都買了 不會做那麼瘋狂的事 不是現在很流行兩個顏色的腮紅搭在一起嗎? 不要話說我 你聽出來了 好啊03 我跟你講喔 眉筆我是很嚴格的喔 因為如果眉筆不好用 它一下會乾掉 我會生氣了 欸 買一送一耶 一支99塊耶 染眉膏我們就配合這個 我們就買一個深色 沒錯好 搞定 欸你這盤是不是試改就還不錯了 柔茶 對這個 好 不知道還以為這是HEMI也配的 哈哈哈 眼線膠筆 因為我跟你們講 眼線膠 我通常最愛的牌子 來 追蹤很久的人回答 CAMMAKE 已經用到不知道幾支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試用一下新品吧 這個KISS ME這個 感覺很滑溜耶 這是不是新出的啊? 我覺得好像是因為它是扁頭的耶 而且是我愛的這種深咖啡色 好買 好再來呢 唇妝的部分呢 最近很紅的這個INTO YOU 我看到很多人推薦 CC02 你的手已經充滿戰績了 冷眉桃 欸這個顏色很漂亮 而且感覺很顯白 因為這個其他的好像有點太深了 對啊就是有種粉嫩但是又有氣色 該罐沒了吧 有有有 剩一罐 對對對 天啊我覺得我很會挑耶 好的OK你看我們今天是這麼的結智 一個小小袋 我們現在呢就立刻回去拆箱給大家看 好的大家我現在呢已經到家啦 現在已經是保養完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就直接來上底妝 底妝呢就是我很期待要用的這個帕奈爾的雞雪槽 精脆亮白氣墊 它的包裝是這樣子很簡單 我們先上半臉給大家看好了 那因為我們今天要實測底妝我就不遮瑕 因為通常我是會在妝前我就先遮瑕 但是今天我們就來實測一下它的遮瑕度怎麼樣 它味道我真的喜歡欸 欸我對它的期待是很高的喔 因為它是韓國Olivian的銷售第一名喔 哇真的是很薄欸 超級遮瑕 它感覺又有一種陶瓷機感欸 而且它的這個粉撲還蠻好拍的欸 有些氣墊 我不知道你們懂不懂就上去感覺會不是很能貼妝的感覺 但這個氣墊粉撲不會 這個真的你看我的黑眼圈直接被遮掉欸 它遮瑕還蠻強的欸 欸這妝效我超滿意的你看拍起來 它這個光澤感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黑眼圈遮瑕度是真的很好的 基本上遮料90層 90層是什麼 9層了 然後呢我覺得它就是很服貼 不會黏黏的 你知道有一些氣墊它上完 就會在你的臉上感覺是黏黏的 然後它的妝效是很薄透的 所以我覺得夏天用也完全OK 你看它這邊也都是很貼妝的 嗯 好那我現在呢就把另外一邊呢也上完 我覺得這一顆如果滿分有10分的話 我可以給到9分欸 就以它的上臉的那種高級感的妝效 我是滿滿意的 我個人是感激 所以呢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不一樣的膚況去做選擇 你整個臉超亮 你看 我仿佛像一顆燈泡欸 你看 零死角的燈泡 我這人就是喜歡這種很水光感的效果 持久度的部分我們就等晚一點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現在才剛上去不確定持妝程度如何 對我們也是要考驗它一下 好 那接下來進行我們的下一步 接下來呢是眼影的部分啦 這個眼影呢是HEMI的 然後因為現在呢保雅它開架彩妝是85折 我記得這盤還滿便宜的讓我找找 306而已欸 超便的 然後它的顏色真的滿美 我選了一個這個是柔茶的配色 你看它的顏色都是很百搭很細緻的 底的話就用這兩個混合一下 粉質還滿細的喔 而且也滿好暈染開的 然後接下來可以用這個 有點卡吉色調的這個 我覺得它是有點帶橘色 就還滿適合消水腫跟化臥蠶的 欸它其實還滿顯色的 因為你看它顏色看起來淡淡的 上眼之後我覺得是滿顯色的 就少在睫毛根部 然後呢它的這個亮片色也滿美的 這個還滿亮的欸 這珠光 欸這盤還滿美的欸 OK 你看 這個米金色上上去 有種若有是無的感覺 有化但又感覺沒化 這就是我們白開水霜的重點 這一盤我評價還滿高的欸 而且才300多塊 我覺得可以買欸 接下來我想開的是這個 I'm Mimi的持久眼影筆 它其實就是臥蠶筆啦 然後我買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03 然後一個是01 這個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好化 因為它上眼之後感覺有點 微結塊嗎 沒有到很順欸 顏色好像也沒有很特別 你看這邊就稍微有點微結塊 200多塊我覺得它這樣子 不過關喔 現在就要再用眼影 然後再把它這個粉稍微蓋住 不然就會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接下來呢內眼線 嘿嘿我跟你們講 內眼線呢每一次我都是用CAMMAKE嘛 然後這一次我想說好既然要開箱 我們要開一點不一樣的 我就看到KISS ME的這個 然後它寫你看 眼線台灣第一名 然後是02號色 真果拿鐵色 嗯還可以欸 它的質地沒有CAMMAKE那麼軟 但是它上起來是顏色有吸附在你的睫毛根部的 因為有一些你畫上去就感覺浮浮的 嗯 還行欸 但是我好像比較喜歡軟一點的 因為像這種偏硬現在畫起來還可以 可是就不確定它之後會不會乾掉 這個要多用幾次 但是它扁扁的畫起來 我覺得確實是蠻好畫的 就它一筆勾過去很快就畫完了 蠻適合手殘檔的 這個應該等一下我們也可以拿來勾後眼線 331塊 那這支不便宜欸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 CAMMAKE的CP值好像比較高 接下來呢就帶我們睫毛 本身睫毛呢 我也是非常期待這次要開箱的東西 睫毛的部分呢 我們這次想要開箱的是這個D-UP 它有睫毛膏很多系列 我買的這個是 捲翹持久睫毛膏的濃密款 450 以睫毛膏來說也是不便宜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考驗它 450它必須要有450的價值 現在呢已經把睫毛給夾翹燙翹了 蛤? 就不好用欸 刷頭太寬了 然後眼眉很濃密啊 這個你看 很不懂吧 有刷感覺沒刷欸 嗯? 可是它刷很多是才很濃密 超失望 你看 跟我原本的其實真的沒差很多欸 好另外一邊快速上完 失望中 各位觀眾 這睫毛膏真的是雷到我真的 我真的大生氣 要先長你說也沒特別先長 要濃密是完全沒有 然後刷下睫毛 因為它頭太粗了 然後沾得 嘖 一塌糊塗 氣 很氣 怎麼會這樣? 好算了 不多著墨 我們進行到下一步 太生氣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先把剛剛那個眼線 往旁邊勾 欸? 這個拿來勾 後面的眼線我覺得蠻自然的欸 而且因為它是扁扁的 然後一往後拉就可以了 欸我蠻喜歡它往後勾的那個效果欸 很自然 你們看 今天眉筆呢 我是買了 KIMI的 欸這眉筆很好用欸 超滑溜的 我看一下 而且我記得它是買一送一喔 眉筆一支99塊 這樣算起來比1028還便宜 欸這個眉筆超可以 你看它連畫前面這個勾勒這個線條 都還行欸 超好勾的 我看一下多買幾支欸 這眉筆超級好用 一掃我剛剛被那睫毛膏氣到的陰霾欸 眉筆大推CP值很高 而且很好畫 染眉膏我覺得還好 染眉膏我覺得還好 染眉膏我覺得我最近很愛的那個HINTS的比較好用 它的刷頭感覺有點不穩 刷了會有點晃晃的 好接下來呢 修容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用橘朵 這個是高光修容面部綜合盤 是02號色 349 這盤也是網路上還蠻紅的 CP值聽說還蠻高的 它的包裝還蠻Q的 這樣子 有四個顏色 有這種打亮啊 然後亮面的珠光啊 然後修容也有兩色這樣 就是中規中矩的修容盤 不會說一塊一塊一塊的 以開價來說 也算自然 我反而覺得它下二線修起來的效果比B印 看起來好 腮紅的部分呢 這一次也是買HIMI的255塊 然後它是03號色 欸? 欸? 哇勒? 我拿錯顏色欸 欸? 好笑囉 這顏色變有珠光的欸 哇 突然是低級錯誤 問號 我又被自己給雷到了 我就看我開個箱問題怎麼一堆啊 沒關係我們就先上上看 顏色也是蠻美的啦 你看 有點粉粉的 藕粉色 會讓你這邊整個面部有提亮的感覺 霧打霧狀這顏色我還蠻喜歡的 接下來我們就用剛剛橘朵的這一盤 這個打亮色來打亮 好顯色喔 嗯還行 蠻貼的 這打亮我覺得還蠻美的欸 欸這一盤我覺得可以買 平價然後又二合一 最後進行到我們口紅的部分 口紅呢這次我買的是 INTO YOU的這個唇蜜 CC02 這隻是279 然後他的包裝就 這樣子 簡單的 喔這顏色你看真的蠻美的 溫柔氣質的顏色 是漂亮的水光唇 很顯氣色然後 很有質感 而且不黏 他感覺是非常薄的那種水光唇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開箱 首先非常值得買的是這個帕奈爾的這個底妝 你看他這個底妝 CP值很高 然後妝效很美 目前我開箱完其實已經一個多小時了 持妝度感覺是還OK 我們可以再觀察一下再跟大家講 然後再來呢是眼影這盤柔茶色的 HIMI的這盤 我也覺得可以買 就顏色很美 然後上眼的效果也很可以 再來是那個HIMI的眉筆 跟剛剛那塊腮紅 然後還有橘朵的這盤 修容打亮二合一的 跟這個INTO YOU的唇膏 我都蠻喜歡的這幾個 其他我傻眼先不用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開箱 想看我開箱什麼 或者是你有什麼好物想要推薦的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們 下次再繼續推薦大家 然後再來開箱給大家看 把最真實的心得分享給你們喔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哈囉大家 答應要給大家的持久度測驗 我現在已經是晚上八點了 我中午是十二點多上妝 所以已經七八個小時 然後現在是二十九度 所以呢 家裡還有已經晚上比較涼喔 今天白天就是三十幾度 持久度真的蠻好 這邊有點微微出油 但是你看整體的妝效還是算是完整的 然後呢我覺得韓國的底妝在台灣 沒有吐石流 本身就已經是一件非常厲害的事情了 整體的妝效真的蠻滿意的 而且我完全沒有補妝喔 讚 新滿意足洗澡去 耶